哈囉 今天是禮拜六 我們美麗的週末 但是看這個色調就知道 天氣不是很美麗 要下去了 最近都這樣 山區也是一直快下雨了 其實下雨好有壞 前一陣子不是因為台灣因為乾旱 我們不知道多久沒有下雨 所以每一個地區都在陷水 所以當迎來第一滴雨水的時候 大家都是感動的 然後到接下來 開始漸漸的沒雨季了 開始我們的水庫也調節性的放水 然後颱風又帶了一些雨量 就現在變成這樣 我們山區下午 最近下午都是有一點 小確幸的雨 不過剛剛出發前看了一下新聞 台北好像雨下蠻大的 聽說水用倒的 現在全球疫情就是這樣 不是不止疫情啦 我現在講的是全球的氣候 全球的氣候呢 現在也是越來越變態了 不該淹水的地方呢 開始逐漸的在淹水 比如說像最近 紐約也在淹水 其實很多地方呢 不然就是有一些地方在乾旱 不然就是一些 颱風異常多啊 颱風異常大 就是一直以來呢 這個世界呢 基本上就是被我們人類玩壞了 所以呢 顱風異常要顱風異常 就是呢 雖然說我們大家一起承受了現在呢 所有地球的一些反撲啦 不管是呢 疫情或者是氣候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 這個是一個 活在這個現在喔 誰還在跟你講什麼 功成名就 誰在跟你講什麼 大家只要平平安健健康康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人生最美的境界了 好那 當然呢 在這邊呢 還是要感謝一下喔 就是因為我昨天呢 我有分享了一下 我們九九的 看完整的那個 報告的心得 但是呢 有說到我們就是對於死亡啊 對於面對之後會遇到的一些事情呢 還有九九的一些狀況 我們要怎麼去 我們會怎麼面對的一些心境 但是呢 還有一個部分一定要提一下 就是其實在我們 我們這頻道喔 就是經營現在都要幾年了 我忘記了 六七年嗎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久了 就是 其實喔 在這中間的過程呢 我們一直不斷的會再 發一些影片 或者是發一些關於 像現在這種散步的影片呢 跟很多朋友分享 那當然主要大家都是看一下 三寶的萌嘛 可愛肥肥短短的 很可愛 那當然還有我的 不專業的旁白喔 講一些幹話啊 一些不營養的話呢 在旁邊襯托 這一直以來都是我們散步直播的一個風格啦 那這幾年呢 真的陸陸續續收到很多信 我最近又有收到一些信 就是有一些病友 比如說這在化療的 現在在化療的 然後呢還有一些就是 可能憂鬱症啊 恐慌啊 一些心理症狀的朋友 病友呢 都會寫信來跟我講說 欸這個在很多的過程中呢 我們的一些影片呢 雖然我們的瀏覽量不高 不過呢我覺得 可以分享給需要的人 多一個是一個 就是呢 收到你們的來信 真的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然後還有很多更多的是 很多曾經在生產的 代產的 懷孕完月子中心的 就是一些媽媽朋友 就是在這個 懷孕的期間呢 也是看我們的影片 來陪他們度過一些 躺在床上的時期啦 我覺得呢 這都是一個原本 那網路就是這樣子迷人喔 就是呢我們雖然不認識 雖然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你拿起來呢 連個網路就可以讓看到我們 現在正在為您做 呃帶狗散步 的影片 那其實你去想一個 不同的立場 就是比如說像我們是一個主人 我們住在這個 呃 環境蠻好的一個地方 一個鄉下 啊玩家喔 這邊呢 也沒有像都市那麼的發達 有很多的百貨公司啊 有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地方 我們這邊什麼都沒有 也不是說沒有啦 就是很少啦 我們最近這幾年才開始有全聯 那在不知道高中那一年呢 欸我大學的時候呢 我們預警才有一間Seven 第一間Seven 你可以去想像 就是我們鄉下地方呢 雖然說資源很少啦 不過呢就是環境很棒 那我們每天也都是過這樣子 很樸實的生活 帶他們散步啊 帶他們走一走啊 然後就剛好有網路 所以我們手機拿起來就可以錄影 或者是直接上網直接直播 可以讓遠在天邊的靈 躺著 坐著 趴著 甚至你在大便 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這是一個我覺得非常 非常美妙的緣分 所以呢也造就了這幾年 呃 大家非常關注我們很多 包括我們的三寶啊 我本人啊 現在包括還有我老婆 我小孩 我貓 我的壯壯 就是其實呢也非常感謝你們啊 就一直以來的支持呢 對我們來講 欸 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得失心 也不是說我分享這些東西 就一定你們要對我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呢 在現在這個網路上 只要不要有太多酸民 就算是功德一見 那我們一直以來經營頻道到現在呢 酸民真的還蠻少的 而且我發現像我們這種頻道 可能也是人不多啦 但是呢就是下面 如果你們看YouTube 或者是我們那個臉書的直播的下面的留言 大部分通常喔 我先進來的 比如說我在YouTube頻道發了這個影片以後呢 先進來的一定會跟大家打招呼 就是第一個喉香留言啊 然後會說大家晚安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也會有很多就是大家呢 抱著感恩的感恩喜福的心呢 雖然我們不是宗教頻道 但是呢我覺得每一個喜歡三寶的粉絲呢 都還蠻禮貌的 就是對我們蠻好的 就是也不會攻擊我們啊 也不會說什麼酸言酸語 就是每次都會鼓勵我們 然後我們覺得也蠻棒的 那我們呢有這樣子好的能量呢 我們也可以盡量的吸收了你們的能量 我們在直播或者是在影片錄出的時候呢 也可以再把這些能量回饋給更多的人 包括呢一些真的剛剛前面講的一些之前 曾經有陪伴過的病友們 就是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一起加油 那當然啊 就是在更前面講的那樣 現在呢地球被我們人類玩壞了啦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承擔很多霧霾啦 然後呢氣候啦病毒啦 然後還有很多不確定的東西 所以呢在現在這個狀態呢 我個人真的是覺得啦 或許在某一個層面 在你面對社會面對世界的時候呢 你會有一個競爭感 可能呢就是想要功成名就 想要賺大錢齁 看人家都在開特斯拉 看人家都在度豪宅 我也想要齁 人家每天都是餐餐都是龍蝦牛排 我也想要 這個部分呢它是一個 或許啦它這種物質的東西呢 是可以讓人家有一點動力啦 不過我個人真的覺得呢 把自己顧好 把自己的家人顧好 顧好呢有很多種 你不一定是真的要賺很多錢 或者是要爬到多高的位置 我覺得呢顧好就是讓自己身體健康 這很重要 就是就算你再有錢啊 我這樣講白一點 我今天要給你10億 但是你只能活半年 或者是呢 你還是每個月只能領3萬塊 但是你可以活很久 那我領越久一點 因為我還有很多風景沒有看到 對我來講是這樣啦 我的人生觀齁 就是一直覺得人生呢 就是不斷追求風景 而不是追求名利或者是物質 就是我覺得我想要看遍更多的風景 所以我會更努力 就是呢努力存錢努力的賺錢呢 就是想要讓自己有更多的機會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風景 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的目標 每個人人生目標不一樣 有的人想要 立志想要嫁明星 想要嫁給有錢人 或想要當有錢人 想要娶女明星 都很多 這個就是你那人家的事情 跟我沒有關係 我只是分享我個人的 人生觀是這樣 我覺得呢 我們大家都過得好 家人過得好 家人都在旁邊 狗狗啊 貓咪啊 小孩啊 老婆小孩 家人爸爸媽媽 都很健康 每天過著這樣樸實的生活呢 偶爾給自己一點火花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 我說我們沒有再過生日 我們鄉下人啊 我們家啊 沒有再過什麼生日啊 因為呢 如果有心 我們每天都是生日 講起來有點矯情 但是呢 對我們來講呢 這是實在話 千真萬確 如果你們常常追我IG就知道 我的生活呢 其實非常的 感覺很簡單 但是呢 我會在這簡單裡面 放更多的火花在裡面 比如說像我昨天我就 我就之前去蝦皮買了一個什麼烤爐 就是卡式爐的烤爐 然後呢就是在家裡面做串燒 你看我們鄉下沒有什麼資源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在家裡面 布置的小確幸 自己在家就可以吃居酒屋的串燒 送 這個就是我們的小確幸 我覺得生活就該如此 我的座右銘呢 也貼在我的臉書個人頁的自我介紹裡面 就是喜歡你 過你喜歡的生活 喜歡你過的生活 這個對我來講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這幾年啊 開始有了小孩以後呢 真的會覺得我們大人 原本想做的事情呢 都被小孩稀釋掉了 你有很多的時間呢 很多的方向都沒有辦法進行 不過呢 甘之如意 這是一個過程啊 當然呢 這個過程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體會喔 這是我覺得就是我人生遇到了 我就要去面對 應該這麼講啦 因為呢你是想 現在很多不婚主義的 那更別說呢 有一些想不想生小孩 或者是生不出來的 所以變成說有小孩呢 這是一個人生的一個過程 的其中之一個選項 但是呢 像比如說 我現在有老婆有小孩 我覺得就很羨慕單身的朋友 時間很多 或者是剛交往的朋友呢 愛情還有一點激情 像我們這種老夫老妻的 欸 這個雞叉棒賽 棒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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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我覺得我最高境界是 我看我爸媽以前呢 我爸在大便是不關門的 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跟我老婆沒有到這個境界啦 還是有一點自己的隱私啦 只是說呢 就沒有像 剛開始交往的那種 男生女生有沒有 每天在那邊 阿公想你婆愛你 沒有我們沒有這種感覺 現在呢 每天看都是已經看到 已經習慣了 來 去 趕快把石頭丟掉 不要讓多多撿了 因為我今天忘記帶石頭 騎我媽的機車 然後 不要讓多多玩太多石頭 因為牙齒有一顆已經磨到快壞掉了 好啦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就好啦 因為 今天禮拜六呢 我們還是要 我還要回去店裡面 因為我的 黑皮 我兒子現在在店裡面 讓我媽幫我顧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 要回家了 在外跟各位再聊到這邊 真的還是非常感謝你們 就是呢 一直以來呢 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分享呢 一直不斷不斷的都在前進 我們跟著時光的洪流 從他們小時候 從九九單身 到現在呢 已經有兩個孩子 而且兩個孩子都已經七歲了 你看 你們追了九九追了多久 如果你們從大大 九九大大多多開始追 最少有七年 那你們從九九小時候 開始追的話 最少超過十年 好 這一些呢 都是一個很難忘的原本跟回憶 啊 陸陸續續我們 或許還會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 非常歡迎你們 一起跟我們一起來 過我們 這樣子樸實的生活 那也希望呢 欸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一些 人生觀啊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東西呢 對你 可能有一些幫助 但是 每一個人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 很多事情是沒有絕對的 這個世界上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只有你自己覺得 是 那個就是你的答案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週末愉快 再給拜拜 走啦